如果你是这种抬头看有点涮皮 但是睁开就变单眼皮的那双 不会画眼线 咱们就说怎么着 画擦一下咱们自画眼影 咱们让眼睛大两倍 你平时画眼影是不是感觉显脏又不消肿 其实那双眼影画好了 不需要借助眼线和涮眼皮贴 也可以消肿又放大眼睛 看完get三分钟就能画好的日常消肿眼妆 一颜色选择这种大地色的什么红黄蓝子 新手都先给我放下 眼皮要先听好妆 保持干爽后续眼影才更好晕染 二 晕染范围很重要 第一层浅灰棕色打底整个眼眶 用手指摸你的眼皮可以摸到眼眶骨 打底色就铺在眶骨内侧不要扫过间 这个颜色还很适合扫鼻影 可以带一下鼻子 上主色决定了你整个眼妆颜色的基调 主色晕染的范围是你睁开眼 双眼皮褶子往上大概两毫米的位置 晕染的时候也有讲究 先横扫在你双眼皮褶子内侧再往外晕染 眼眼颜色是渐变的 游深到前六边界线 你看如果主色晕染范围太大 还是外身内浅就显得脏气息也不消肿 下眼皮扫在后二分之一处 范围太大会变成独猫眼 真色加深范围最好是在眼睛后三分之一处 加深完后半段用余粉加深一下前段的位置 最后准备一把小的点彩刷 蘸散粉扫一下眼影边缘会更干净 三 重点下移 上眼皮没有发展空间就把舞台认给下眼皮 通过加深下眼睛画卧残来放大眼睛 蘸加深色从眼尾靠下一毫米其比 慢慢往前晕染连接到下眼皮中段 加深下眼睛的同时还画了个自然的下肢 刚好用余粉画个卧残 有阴影了还要有提亮 蘸一点点遮瑕膏提亮一下卧残 顺便整理一下下眼影边缘 这样做让眼妆更干净不会很脏 有的人还会有闪片提亮 但那双本来就种涂不好亮片会更陷重 重心下移提亮卧残就会好很多 镇取珠光色涂在卧残前段和中段 这个珠光很细当高光也没问题 打出来就是很细腻的光泽感 然后随便加个睫毛就很好看 讲得繁琐 但日常上手其实很快